名列台湾五大家族的孤家迎来喜事 中信金大股东孤壮亮 上周五在东方文华为大儿子孤育泉举办喜宴 迎娶日美混血的媳妇牧村相礼 同时也庆祝孤家第六代孤灵恩满四个月 这场喜宴有别于其他豪门婚礼 走的是家庭温馨路线 习开四十桌只邀请了中信金高层 中信慈善基金会 孤家的牧师 仪师及孤仲亮发起的午餐会会员等近亲好友 如台宿创办人王永庆二房次子王文翔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等 双喜临门的孤仲亮对这场婚宴十分用心 像是每桌红酒都不一样 每瓶都是孤仲亮花了三周时间 亲自从父亲孤连松的酒窖里挑选的 而且都收藏超过三十年 除了表达孤仲亮的诚意 也象征孤连松在场和大家分享喜悦 至此时 孤仲亮毫不掩饰对媳妇的满意 夸赞他个性人见人爱又懂得察言观色 还说他很严格把孤玉泉教导得不错 逗得现场哄堂大笑 孤仲亮也分享儿子孤玉泉追求牧村相利的斗趣过程 两人第一次碰面是在2007年的一场四人聚会上 当时孤玉泉就对牧村相利一见钟情 但害羞的他却不敢出口搭讪 一紧张就喝水的孤玉泉 把舞会餐桌上的十几瓶水都喝光了 却还是没将话说出口 惨遭孤仲亮吐槽 所幸孤玉泉十分专情 靠着毅力还是追得美人归 孤玉泉与牧村相利爱情长跑七年 去年已先低调登记结婚 两人也一路赶进度 在今年七月底生下儿子孤玉恩 让孤仲亮开心的合不拢嘴 这个金孙不仅是孤家首位第六代成员 也是孤仲亮的长孙 孤仲亮得志后喜上眉稍 开心的与亲友分享喜讯 长相库斯父亲的孤玉泉 今年25岁 前年在美国念完大学后 选择进入食品公司工作 去年初决定回台 目前在中信金旗下台湾人寿投资处实习 中信金员工透露 虽然孤玉泉对金融业还不熟悉 但他提问常常一针见血相当犀利 而关于婚后生活 孤玉泉有人透露 小老口本来就感情胜毒 孤玉泉也表示婚姻生活没什么大不了 生活也很美好 一切都稳定向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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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اع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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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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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